你教他都可以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第三個 lecture 是講 harmony 最主要就是講 chords 我們前兩個 lecture 就講過 melody Melody 好像我提過 我們音樂有兩個 parts 一個是 melody 一個是 melody 就是主旋律 另外一個就是 harmony 就是和音或者伴奏 彈琴 我們兩方面都要注意 兩方面都很重要 所以我們今天就講一下我們怎樣彈琴 最主要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這個 chords 我們有六個 chords 我相信是中文 我們就會再介紹這六個 chords 還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我們就開始可以利用這六個 chords 來練習一下 和音 和音 harmony 可以說是一個 叛奏 這些 概念 可以說是 一個音樂裡面的主音 就是最重要的 這個 melody 就是最重要的 harmony harmony 就是和音 就是用來 support 這個 melody 如果你有時候只是 play a song 如果你沒有 harmony 你的 melody 仍然可以就這樣 可以說 stand alone 就是 on a song 可以只是唱歌 或者你不要半周 只是唱歌 如果你唱得好 仍然很重要 可以吸引人 但是 harmony 都需要有一個 melody 來襯托 來襯托 一個 melody 所以最重要 就要記住 melody 是一個最主要的 一個 part 來的 Now melody 這個主音 就可以 play 可以用唱歌 來表達 或者可以用音樂 instrument 好像彈琴 或者用 violin 用 saxophone 口琴 或者之類 都可以產生 melody harmony 也是可以有不同的 樂器來彈的 在我們的 我們這方面 就是可以用鋼琴 彈起來 這個 harmony 但有些樂器 如果你說只是唱歌 你可以用吉他 甚至有一個 string orchestra 管弦樂團 來支持你 提供 harmony OK 在琴 彈琴 我們可以 好像我剛才說 可以melody 和 harmony 一起 play 但是 開頭的時候 這個難度挺高的 所以 兩人一起 play 所以 我們主張 在我們Fly PM 有這個方法 我們就只 play 這個 harmony 只是練習 這個 harmony 如果我們想 學習 怎樣 play 這個 harmony 我們就只 play harmony 就不 play melody 直到我們 對於這個 harmony 方面 幾熟悉了 我們就試一下兩個一起做 一起做 就是 play harmony 右手就 play melody 左手就 play harmony OK 兩個一起 但是 開頭 我們就很 strongly suggest 我們就只練習這個 這個 play 這個 harmony OK 所以 一個 我們的方法 我覺得 一個好的方法 去 play harmony is to have the melody play separately 就是我們不在講琴 那 我們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 唱 用唱歌 唱這個 melody 尤其 如果你有朋友 能夠唱得好 唱這個 melody 唱得好 他可以幫你唱 你呢 在這裡 彈熟這個 harmony 但是呢 你這個朋友 一定要唱得好 一定要唱 不是唱歌唱得好 一定要那個拍子 唱得好 就是 能夠掌握到那個 melody OK 我們遲些再會講 怎樣唱得準些 拍子 那 或者你可以 和你的 classmate 一起 一個人唱 一個人彈 那 那 唱那個 那 就很重要的 OK 不是說 只是為了 幫你 來 搬這個 harmony OK 但是唱歌 又是對於 如果你唱得好 唱那個 melody 好 你彈 如果想彈完那個 melody 就 唱歌 是非常 對你非常重要 非常有幫助的 如果我 有一個新的歌 我就不會去彈的 我就是 唱了它 我能夠掌握了它 怎麼唱得準 唱得好呢 我才去彈的 所以唱歌 不是浪費的 是非常重要的 OK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唱呢 因為唱歌 唱得準 就容易彈得準 OK 就是你唱得好不好 一回事 但是如果你唱得準 就是你有方法唱得準 這個就是容易唱 就是容易做過 容易達到過 你能夠彈得準 OK 因為彈琴 怎樣都 講真都是 你不是那麼熟悉 OK 還有呢 我想 很多人都在唱的那方面 就比較容易 招起一個 一個 一個新的歌 那 如果你唱的話 你也可以唱一些 字 所有的譜 例如讀 《Rami Faso》 兩樣都很 很重要的 一個步驟 我遲些可以講一下 OK 那 因為 在這裡說 因為 如果你唱到這些字 就 幫助你 能夠掌握整個歌 是怎樣 就是 發展 OK 尤其是那個 Phrasing 一句句 因為你想著這些字 那些 那些 Define 一個Phrase 一句 因為如果你只唱的音 你剛才不知道 那個Phrase 那些音 是那個Phrase Sodo Miso Doti Miso Sola Tito Laso 如果你只唱一些譜 就不一定知道 OK So 所以 唱一些 也挺重要的 但是 如果你熟悉的音 那你就可以 彈出你的音 因為你知道 如果是Sodo Tito 那Sodo 你在琴 那裡 因為我們的方法 就是你熟悉的Sodo 就在琴 彈出你的 OK So 說回這個本音 這個Harmony 那麼 Harmony 就是 那個 可以說 那個音樂 就很重要 尤其那個作曲家 就是用這個Harmony 來襯托 這個主音 這個旋律 就襯托得好些 那怎樣襯托呢 有不同的方法 我舉個例子 如果你們 有朋友 可以學 或者是很standard的方法 來學彈琴 或者看很標準的琴譜 左手的琴譜 就有自己的line of music notes 就算是右手 他們也可以play 這個melody 我舉個例子 我就拿一個標準的鋼琴譜 這個是五線譜 來的 我不是解釋很多 這個五線譜 是怎樣看的 只是想指出 這個五線譜 有幾個部分 你看到這個group 其實幫簡譜差不多 簡譜 就是 因為那些 所謂鬥士 在哪條線 就是哪個音 這個譜 這些譜 有幾個parts 幾項 每一項 有自己的功能 這裡有四項 最頂的一項 有些英文字 這一項 就是唱的 第一項 最頂的一項 好像 imagine there is no heaven cough cough if you try 就是唱的 右手 就彈第一項 左手就彈下面那項 第三項 好像這個 if you try 右手就彈這些 彈這些音 左手也有彈這些音 可以說很 specific 很準確 他的 鬥士在這裡 就要你彈一個音 好像 如果你譯了間譜 這個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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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 la 可以跟著他彈 可以跟著他彈 就不一定要跟著他彈 但是左手就不彈 不彈同一個音 好像 都 so 都 都 這樣彈 OK 但是這個 左手彈這一項 都是harmony 來的 就是 襯托主音的 但是 就算這個右手彈 鋼琴彈這個右手彈 它都 有一個 它都 仍然有一個 harmony component 如果你看過 這幾個音 它有幾個音一起彈 就是 它最高的行 鬥士 就是 幫唱的 洋 但是 它 間中 有幾個音 都是和音 來的 因為它幾個音一起彈 所以 這個 鋼琴彈就是這樣 的 最頂的鋼琴彈 最頂的鋼琴彈 都有另外一行 就是這些英文字 就是 琴彈 chords 在這裏 可以說是給吉他彈的 如果你們留意看 這個符號 有吉他幾條線 有六條線 就是 就告訴你手指能按得現 c partial 這就是其中一個Harmony的方法 能夠測試我們如何彈這個和音 如果你只是跟著鋼琴波彈 這句話要彈點角 因為你的右手要彈一些音 還有可能要用幾隻手指彈不同的音 左手也是 這個就是要有一定的鋼琴的操作才可以做到的 但是我們的方法就是用這些我剛才說的chords來彈 就是我們用這些chords來提供Harmony 提供本周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bar 我們用F chord來提供Harmony 這個bar用C chord 我們用C chord 另外用多一個chord 我們的方法就是這樣 用這些chords來提供Harmony 講述這個Harmony 可以做到不同的方法 剛才說 如果用琴的方法 五線譜 也不是只有五線譜 簡譜也有這樣的彈法 只是左手是specify 要每一個音這樣彈的 這樣就是幾難的 所以我們的方法就是用Player Chords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point 我想指出 就是我們用這個chords的方法 雖然說是容易一點 但是這個不是short cut 但是這個不是short cut in many ways 更深入的了解 你知道我想用這個chord 來harmonize 和這個部分 這個phrase 如果你只要追蹤 那些方法 如果你是指出的方法 你只要追蹤 那些方法 就能夠追蹤 那些方法 你只要追蹤 那些方法 就是 那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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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如果你能夠明白 ok 我這個chord 在這裡 我這個chord 能夠對這個melody 是對的 那 我可以 可以做我自己的expression 我自己 可以 ok 我想轉一轉chord 或者我可以轉一個rhythm 如果我想 能夠變成更убит 或者是 可以在這裡 你會有更好的解釋你的音樂 跟隨著這個譜 如果你不是用很多心機去研究這些歌 你只是彈了這個 你不是很確定為何我要這樣彈 為何這個譜是這樣的 為何這個左手是這樣的 但如果你玩這譜 你會有更好的解釋 為何你會玩這譜 為何你會玩這譜 所以這就是我們用來玩這譜 現在說這譜 譜是很困難的 亦都可以很困難的 如果你上YouTube看很多影片 例如指示影片 如何去玩樂 差不多很多 90%都說如何去玩歌曲 還有歌曲可以有歌詞 如果是在歌詞上 有很多很困難的歌曲 也有些人要經常談及要記住哪個chord是怎樣 尤其是玩吉他的人 如果你有玩吉他的朋友 他們經常會問這個chord是怎樣 fingering是怎樣 也有alternate fingering 所以都很困難 我們的方法在Fly Panel裏 我們更加盡量simplify 所以我們學這個concept 我將來都會提到為何這麼困難 為何我們有幾百個不同的chord 但是開啟的時候 我們只是用最簡單的 再說什麼chord chord就是很簡單的 一群歌曲的音樂 幾個人一起 一起唱一首歌曲 去給它一個不錯的聲音 好像我說的 很大的題目 雖然我們只用六個chord 但這六個chord 我都很著重這個 underline concept 為何我們有六個chord 為何用六個chord 可以使用這六個ch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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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一百分之一 除了十百分之一 過幾個chord 也不要看少我們這個方法 我們這個方法差不多可以玩到很多歌曲 都可以走江湖 如何使用這六個曲 我也可以說 音樂不是很死板 好像我剛才說 如果你看著譜 可能譜要這樣 一定要彈這個音 但我們覺得最重要是 你覺得好聽 或者別人也覺得好聽 就不一定要跟著譜彈 有兩方面 一個就是 你看到音樂 如果音樂說 這個音樂要彈這個F chord 我們要看它 這個F chord 如果你覺得我彈這個C chord 會好聽一點 就好 就好 就是彈這個C chord 還有你怎樣彈這個 chord 即是彈這個F chord 怎樣彈呢 可以說 只是彈一次 或者可以彈四次 四拍 我真的會描述 這裏也有很多Flexibility 如果你用哪隻手指彈 或者一個C chord 如何將C chord 如何演繹 也有很多變化 所以最主要就是 最重要的 rule 是 所以你覺得音樂 會好 當然我們有些Guide line 不能這樣 但最重要是 你覺得好聽 這個是Bottom line OK 言貴正傳 我們就只彈六個C chord 好像我提過 六個C chord 就是很簡單的 我們看看這個琴 六個C chord 我把Dora Mima Sol 切到 然後就放在這裏 記得這個 度是1 C chord 我們的notation 都是Dora Mima Sol 切到 不過 在這裏 比較適合 就是叫1 2 3 4 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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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suttle difference 為何我不叫Dora Mima Sol 我叫1 C chord 這些 遲些會 可以touch upon 但是 so far 我們 我只可以叫它1 C chord 1C chord 2C chord 3C chord 4C chord 6C chord 總之你要知道 它的意思 OK 7 chord 我會說 6個 1、2、3、4、5、6 7 其實是一樣 是這樣的彈法 不過沒有用那麼多 所以我基本上說 就是6個ch chord 因為我們 如果你看譜 很多譜 都是1、2、3、5、6 很少有7 7 chord OK 怎樣叫一個ch chord 我們的ch chord 就是 3個音 OK 按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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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ch chord 遇到 1、3、5 2、4、5 2、4、6 所以 1 chord 分為 1 3 5 OK OK 那是1 chord 而 2 chord 按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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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ho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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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chord 6 chord 6 chord 7 chord 也有 就用得少一點 OK 就是這樣 我們就彈這6個 chord OK 最主要就是 finger shape finger shape 是不變的 如果你彈1 chord 又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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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form OK 如果彈2 chord 又是這個 form 不要說 因為彈完2 chord 就拿你的手指下來 拿你的二手指來彈2 就是要將整隻手移過去 OK 2 chord 就是這樣 3 chord 一直下去 7 chord 但是 算下去 這個又是1 chord OK 因為最左邊 這個是1 OK and so on and so forth OK 就是這6個 chord 那就要 再有 少少 再解釋 elaborate note that the above through apply specifies the chord notes but the notes could actually be played in any order and anywhere on the whole keyboard 就是可以 這3個音 這個 這3個音 就是1 chord 就有這3個音 但是不一定要這樣 play ok 可以說這個 這個有3個音 me so do 因為它有道 me so 就不理會是哪一個 octave ok so me so do 那是1 chord ok and anywhere on keyboard so if i play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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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do that's the 1 chord because it's got 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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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3 chord so you can try so you can try 如果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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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h do la 或者4 1 6 這個其實是 是這個 4 chord 因為4 chord 要重新 基本上 就是有這3個音 fah la do 這些 chord 如果不是in 這個 order 我們叫做inverted chord 我們是 如果6 chord 就是 或者 ok 這個就是inverted chord 或者是 inverted 或者是 這個也是inverted的6 chord 那我們 inverted chord 也有些用 不過我們一般來說 就是彈這個 沒有inverted的 ok 遲些我 在 第二個 chord的 method 都有些inverted chord 最主要就是 記住這個 concept chord 就是specify 那些 不是 order of play ok and the ch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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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they play at the same time so there's a one chord or you can play separantly this is broken chord ok 但是 那三個音 就最重要 or we play broken where the chord are played separately ok so 這個就是 play a chord 的方法 那 我們要練這些 chord 我就 suggest 一個simple way to start learning the six chords ok 我們要play six chords 我們就 take a song 有三拍 或者四拍 我們就 play a note on each beat ok so we play the same chord let me bring up a song ok so 我們 或者 take我們個 比較簡單些的 Adeweiss 這樣 Adeweiss 就是 3 beats 三拍 就是一個bar 有三拍 這樣 我們 就要play 1 2 3 1 2 3 1 2 3 3 1 3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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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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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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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歌曲 所以我再调整个歌谱 让我先讲一下这个歌谱 如果A的歌谱 这首歌 很多视频在这里 如果我们玩第一弦 第一弦,我们就玩一个Root note 然后呢,第三弦,我们就玩这个1弦 但是我们用right hand,所以我们可以 要是可以play down一个octave 可以这样 ok 就是这样,第一弦吧 现在记住,我们就不play melody 我们只play chord 我们可以唱 melody 我稍后再加 melody 下去 我们先熟一弦 一弦 第二弦是五弦 ok,so I move over 用 same finger 五弦 right hand move down here 然后回到一弦 然后回到一弦 四弦 一弦 六弦 六弦 六弦可以走到这里 也可以走上一个 四弦 看看哪个接近,不是很重要的 ok 然后到二弦 五弦 五弦 四弦 四弦 五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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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弦 二弦 五弦 五弦 这样就是play chord 这样练 你要练得它 最重要是不要 slow down 不要play 不要有 tendency 就是play 这样不是 even的 因为我们要拍一拍 play 因为有很多 tendency 你比较快 所以就是要这样play 如果你能够 hum along 或者找个朋友会唱 就会有很多 像你说的 A Do Wines A Do Wine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就这样 就会 就是 这样可以 因为如果你只play chord 很多人都会说 不像过 而且迫你转得很smooth A Do Wines A Do Wines 最初就要弹出第一个音 让你唱得更好 像A Do Wines 你试试 A Do Win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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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A Do Wines 即是这样 又像我说 就是要 你不可以停 要keep up beat 自己唱 难度都有一定的 这个方法是怎样的 为什么 我就是想你们练 和这个 as a start 因为 其实我们在这里 看很多东西 你要看譜 又要看 找个琴 又要弹完 又要左手 又要右手 所以呢 就是这样的方法 又要唱 所以这个方法 就是你看了 一 chord 你就知道一 chord 一 chord 就开始 左手找音 左手弹的时候 右手要立刻 看过去 找个一 OK OK 右手弹两下 你就有时间 看上一 chord 第二 chord 是五 左手去找五 右手弹的时候 右手 右手去找 然后一 即是 等它没有停 四 一 即是差不多要look ahead 就是 就是 看上一 chord 是很重要的 就是 你可以有时间 这个方法 看上一 chord 因为你不可以 彈到 A D D 那我才找个 Y 那就 不可以 Smooth 所以这个方法 就是 可以 看上去 就 好像很 简单 其实彈下来 就不是容易 但是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等我们 能够熟习 这个 熟习 就是 找到一些 chord 以及 那个timing 就 就好像我说 Fingering 哪一支手不重要 你最要舒服 但是最重要 就是 每一个 chord 你转到 chord 都是要用 Fingershape 左手右手一样 那 就是 就是 为什么 看这个 有什么好处 就是 让你 看多些 和彈到 能够熟 如果你 想自己唱 唱不到 就是 发觉很难 又找到 人帮你唱 你就 最好 就要 自己 唱熟 它 就 好像 那个melody 开一个metronome 你唱熟了它 就是 就是 就是这样 唱熟了它 才 就是 唱熟了它 才 去 去 才 再彈 就是 看着 譜 等你能够 可以 很熟 或者在哪里转 就是 不要弹住 就是 A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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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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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Hare and bright, hate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Try to do everything all together You just don't be able to do it well If you find a dude not doing something well Just cut back and do the basic things Until you really do the basic things well So to summarize Look simple Ok 我在Dropbox裏面 就有些video for lecture 或者你在這個click 都可以review我兩個lecture on the six chords and method one OK 試一下這四 beat song 和三 beat song 兩個一起 還可以等你練一下 怎樣用那個metronome OK Thanks 我們今天這個chord 就到這裏 下一次就再講另一個 再彈chord的method Goodbye